教授還有各位夥伴大家好 接下來的創意組的部分由我來做一個分享 我這次做的主題是 簡易式的安全上架車輔具的製作 這個部分是我個人的一個部分 事實上我在行政上面有一段時間 事實上是最快樂的就是這幾年回來擔任 導師的工作跟學生在一起 從中間也開始做專題製作的一個教學 從中間在反思一些問題 我目前也擔任一些評審的工作 事實上在學校方面還有在業界方面 事實上是一個能量的累積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有機會往外去走走 這是我在競賽方面的部分 事實上我最早投入到專題製作 是在2015年 是在2015年的時候 那是第一次帶專題製作 帶的是創意組 當時也是獲得優勝進入到決賽 但是那一次可能在內容的製作上 還有在相關的學生的訓練上還是不足 所以那一年就沒有 只有拿到一個參賽證明 後來我有陸續跟我們學校其他的科別 來做請益的工作 因為我們學校比如說食品科或電機科 他們有經常參賽他們有他們的專業 事實上他們也提到說 有一些需要我們汽車科來協助 尤其是機械結構 所以我會來參與 所以包含到化工群的部分 以及食品群的部分 當然也有一個插曲 在化工群的時候 這時候曾經也是榮獲優勝 但是後來評審有一些想法 所以又改了 當然這個在化群上面要非常小心 那食品群的部分 我從這邊是學的最多 所以再來在我們動力技術群 跟一直專題組跟創意組的這一個部分 事實上參加比賽 所以不是只有在單方面 像這個是我第一次帶他們 事實上在宣布結果的時候 學生是沒有笑容 因為創意組很現實 很殘忍 就是因為他只有取前三名頂多一個佳座 所以你十足裡面有可能就落選 那孩子的表情 我們要如何去建立他 如何建立他的自信心 這是後面題外話 這是我第二次進到台灣史大這邊來比賽 因為這裡是我的母校 所以我對這裡很熟悉 事實上我也是跟著這個老師 這個老師是食品群的老師 他在專題製作比賽 不論在本群或在其他群 他總共拿過全國八個第一 八個第一 去年也獲得十多獎 他本身也拿過科展八個第一 所以他的專業性 不論在屬於題目方面 或者是在整個布局方面 或者是整個屬於在研究方面 因為有他擅長的地方 所以那一次我從他學到很多 這個是我的學生 我們跨到食品群 我們幫他改善機械結構 所以這就是一個跨群的精神 這是我在專題組的時候 那一次我們拿下第三 那當然專題組有個好處 有五個學生可以參賽 事實上對學生來幫助很大 因為工科競賽或者其他比賽 有的都只有一命一個學生 一個選手 事實上你可以讓五個人共同來參與 對他們來講 事實上可以更多人 也讓更多人參與的話 想法會不一樣 這是這一次的一個創意的第一的部分 其中甚至我有一個小女生 這個女生事實上不是我們科的 別科的 我們也是跨群的想法 因為我們學校會有專題製作的社團 有老師開課 會有各學校其他科來參與 然後我們從中教導她怎麼做專題製作 同時間在挖掘適合的選手 適合的學生 因為他們想法很特別 也會去思考怎麼製作 那這樣子是一個跨群的概念 事實上這位老師他是機械科老師 也是我這次的亮點之一 我找機械科老師來幫我看我的機械結構有沒有問題 從中他還可以教導我本科的學生 比如說在車床上面 怎麼去車銷 或者是在3D列印的部分怎麼做 這個都是屬於跨科的一個好處 事實上我不只是在專題製作 我在科展上面也有參與 事實上因為不同的領域你會思考很多 科展方面我們是屬於在工程學科的一個部分 事實上目前來講是越來越寬廣 因為它裡面含電機機械這些都可以跨進來 甚至有其他的也有這個能力可以跨到我們的工程以來 這個是我想要努力的地方 因為不能每次只有加做加做 最多到優等優勝 還沒有代表我們的區域進到全國 事實上小論文的部分我有參與 事實上就是剛才前一組專題講的 當學生沒有得名的時候 我會請他們把資料整理一下 幫他們投到小論文 為什麼 因為小論文上面稍微嚴謹性沒有那麼高 可是還是一個屬於給校外的比賽 可以給孩子一個機會 所以他們來投稿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成績 事實上我自己本身是屬於 全國競爭競賽的裁判長 我本身也有之前有帶過選手 剛好這幾年是帶我們的國手到國家 到國際上去比賽 事實上不只是看到我們國內的情況 也看到國外的情況 有很多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外國人家的思維跟我們的思維 有很大的差異 他們的訓練方式跟我們的訓練方式 事實上真的有機會可以去交流一下 這一個是我2018年的一個噴漆榮獲的 這個國手是亞洲賽銀牌 這個是國際賽的金牌選手 但是這個選手今天要拿到金牌 就像剛才專題講 其實有時候是運氣 因為這一張 等一下再介紹好了 這一張的部分只是呈現它 最後頒獎得到的情況 事實上過程當中非常的艱辛困苦 甚至有案也是在打壓我們 事實上我除了專題之作科展以外 我有參與到國科會 科技部 這些相關的一些計畫案 包含高正計畫 我們科裡面是參與省油車 電動車的競賽 都有滿好的成績 這個是我個人的獎項 事實上是這張畫面 這個選手得獎是光榮 但事實上在過程當中 那一天在下雨 他到底是感動到流淚還是真的雨滴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是一步一腳印去把他的基礎 打穩了才有機會 不過也真的是有機運的部分 他才有辦法站上舞台的最高峰 事實上我都跟我的選手講 你只要一步腳印 你腳踏實地 你就勇往往前衝刺 終於有一天會是你的 這是我告訴他們的一個話 事實上 當然我們專題之作一定要符合競賽的目的 所以剛才有專題主委提到 事實上我們這邊希望的是給孩子有創新創意 然後能夠去研究 然後給孩子有參與的機會 再來他部分也地方是整合 應用群科之間的整合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人參賽 是多數人參賽 一定是要動手做 那最主要是創意 那事實上創意組的部分是比較不一樣 他不是五位學生 他是三位學生 當然他不受科別 你可以跨群到跨到別的群去都沒有關係 但是要這個部分 知道老師應該是同一個學校 然後一定是要學生親手創作 這個在每一年的專題製作的一個 競賽時計畫都會告訴大家 也可以要去了解 其實有時候會有一點點的變動 大家可能要去把握 那事實上創意組是總共要15頁 15頁 包含復健也最多是15頁 另外競賽日作品的一個分工表 內容的部分跟專題組有不太一樣 他從動機目的特色創意特質 研究方法理論依據 但是再重要的是作品公用操作 與方式的一個說明 還有一個歷程上面還有參考文獻 其實這個東西都有一點是小論文的部分 也就是投稿的一些或者論文 碩士班博士班的一個論文計畫當中 但是會有各同不同領域的一個規格 你要去參考競賽大會所給予的 它的一個格式 事實上這個東西也是在 創意組必須要注意到的 就是它要求的是獨創性 好 這個東西你有機會你真的要去Google 搜尋一下有沒有相類似的東西 甚至我請學生去搜尋碩博士論文 有沒有人做過 有沒有人做過 他們做的跟我們做的有沒有一樣 可以做為一個思考點 再來實用性商品化 DVD的製作 事實上要符合大會的競賽規則 這個東西也都是一個評分部分 在決賽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因為決賽的部分 它把獨創性跟表達能力變成50% 也就是說它把DVD製作的一個10% 放到這邊來 這個是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你的訓練學生怎麼去表達 怎麼回答問題 怎麼在斷點的時候 斷片的時候 就是學生被愣住了怎麼辦 這個都是一個學習 最後是一個商品可行性的部分 所以這評分重點 事實上在準備上真的要把握 事實上最後一個海報 因為創意組的海報也不一樣只有一張 你怎麼精簡 你怎麼精簡內容 然後而且符合大會的規定 我相信這個也都必須要遵守 不要因為一個小小的書 會不會被扣分 或者會被判施隔 這個東西都必須要注意 當然最後有一個獎勵的部分 在這邊就是說 當然我們的競賽部分 有紀佑真神的條件 我剛才有講過 不管專題指的五個孩子 或者是創意組三個孩子 我們都可以幫助他 往另外一條路 因為本身學測有學測的成績 但是紀佑真神 你不是只有工科賽 科展比賽 我們的專題技術做比賽 也有加分的條件 當然這個屬於在獎狀 獎金的一個部分 這個也是一種鼓勵性質 讓孩子得到 他們領到這一份 他得來福益的成果 有一點點的回饋 他們是很高興的 而且他們可能會把它增長一輩子 事實上我做的這一個部分的主題 最主要 我們希望突破不要那麼昂貴 事實上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在我們現有的部分來講 如果要幫助一些弱勢的人上車 一定要用到電動或者機械結構 這些都造價昂貴 甚至要改裝車子 所以孩子他們為什麼有這個靈感 就是來自於那個小女生 他家裡有長輩要上車很困難 所以他就提到 老師 難無什麼方法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年長的 或者突然之間腳受傷 不適合上到車子 可是這車子結構我們也不希望破壞 我們以後這一台車以後還可以載別人 所以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構思 那同時間也是在教導孩子 今天引用資料一定要重視來源出處 到底你是從哪邊引用的 這個讓孩子知道 相片網路絕對搜尋得到 那你如何讓它忠實去呈現 那學生想到的是說 老師 那我們可不可以玩一下 類似把東西推進車子 再把它拉出來的構想 就是利用到雲霄飛車的部分 是到底軌道這樣的一個設計好不好 所以這是他們當初的一個構想 當然這個都是要腦力機 當然要跟孩子一直討論 一直討論 讓他們慢慢累積有怎樣的方式 突破了 我們再來試做看看 能不能成功 好 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希望是簡單的 然後原來的車子座椅的功能不能破壞 而且要組裝方便 拆卸方便 而且還可以收藏到車上 這就是當初他們的一個目的 所以希望做到這個輔具 但是要結合到我們動力機械群的一個概念 那它的特色就是運用滑軌 容易組裝拆卸 事實上我們找到的滾輪 在我這邊桌面上 就有一般市面上看到的 定位式的 萬象式的 可是這兩個對我們適不適合 要不要改良 所以他們希望後來去發現 我們真的要找到的 是哪一種的萬象果能最適當 可以前進後退 因為把弱勢的人或者身體不舒服的人 推上車 總是下車要下來吧 要把它拉下來 怎麼拉 所以他們有想到這個 那當然在這邊技術上面 包含3D列印 我就請機械科老師來幫忙 因為他們的設備齊全 製作上面也可以教導孩子 怎麼去列印 怎麼設計 怎麼列印 這個功能 最後他們也想到 要怎麼樣去做一個銜接塊 調整不同的車型高低 怎麼讓這個輔具可以適合一些小型車的使用 特質方面來講最主要其實都是學校現有的 包含他們去找報費的物品 電腦椅 鐵椅 節省成本 然後運用工廠的設備 不管是汽車科 機械科 能找到的工廠實驗設備 我們都去跟人家借 我們都去那一邊 請那邊老師給予指導 所以我們最後定點的部分 就是在一般叫車 而不是屬於任何的車型 當然你說超跑這麼低升 有沒有可能 如果開超跑的人 不會再把弱勢或者身體不舒服的人 直接把它攀扶到車上 這個有困難度太高 因為重心太低了 當然這個是我們希望設計簡單容易拆卸 希望讓駕駛者或者是乘坐者 都能夠享受這種在車上的感覺 被尊重 這個是屬於我們在流程上面 事實上這個東西都是大家會去做的 怎麼從一個發想 怎麼去做研究的一個步驟 到最後測試撰寫實驗報告 這個是機械科老師幫我引導孩子 怎麼去做3D的一個建構 包含這個椅子 我們做了滑軌在上面 來怎麼銜接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怎麼樣把它 從椅子放鎖固定 推到車上 可以做上下車的一個動作 這是屬於機械科老師幫忙我很多的地方 事實上他們的理論部分 運用的就是屬於我們的摩擦力 滾動摩擦 還有我們的屬於在後頸角的觀念 當然這個部分是一般我們的正後頸角 副後頸角也有它的好處 事實上他們希望做的是可以自由度 在這個部分是前進後退用的 這是他們嘗試做的第一代 的一個滾輪設計 這是你可以看到他們完全是全職 因為一般我們在推車上面你可以發現 你可以坊間的推車去看 要嘛就是可能前面兩個是屬於定位滾輪 後面兩個是萬象滾輪 那或者是四個是萬象滾輪 但是推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迴轉空間 他才可以往前推或往後拉 事實上車上沒有那麼大的迴旋空間 唯一好處用的就是這個垂直式的 這個東西是孩子跟著老師慢慢討論出來的 由他們動手親自去做裁切、焊接、改成 因為市面上找不到有這樣的一個滾輪 那這是我們的實習材料的部分 也都是在學校裡面現有 或者是在經費上面允許的範圍 事實上剛才陳如專題組剛才提到 學校是一個大家庭 那各處是如果能夠來協助 經費上面事實上比較充裕 科裡面老師的投入 甚至其他科的投入也可以來幫忙我們 這樣子包含有一些材料 我是去機械科拿的 他們從來也不會跟我計較 因為用的是他們的實習材料費 但是他們願意幫忙我們 這當然平常的一個溝通、協調、蹲輕木鱗 必須做好 好來,這一個就是我的一個學生他們做的 怎麼樣把這個東西放到車上 怎麼把它推進去、怎麼拉出來 這是他們由他們自己製作的 那影片也有他們拍攝 所以有一點點 沒有那麼 屬於比較粗糙一點 這樣的一個集中的專頁 他們會把一些附貼的 是因為當初開會做反光 他們唯一想到的 就是把錄帶起來再開 才不會反光 所以在拍攝箱上 還有很多需要去做 第一步的修改 或者把它美觀化 是結構氛圍 花櫃 一角 跟一角 也是 花櫃說明 運用學校現有的旅館 將其做成直軌 兩個部分 將在外側的旅館 一段做成直軌 一段彎的 再製作兩根直軌 放在車內 他們還包含到電池車去見關管機 但是管機沒那麼大 然後最後用到咧 我們 犧牲的製作 把椅腳拆下後 鎖上可轉動 升高的輪子 完成椅腳製作 椅子的製作 先將棍林鎖在椅板上 為了舒適 再多加一塊軟墊 旁邊鎖上握把 方便把椅子推動 再固定椅背 完成椅子製作 這是電腦椅 先將直軌放在車內 現在將玩軌與直軌 用銜接器相結 將椅子放上去 使用著乘坐後 順勢推入車內 這個在針帶上還有一點卡卡 不管是推啊 或者是在拉的過程當中 他們構思第一帶在拉 而且比較費力 他們當初想到的 因為滾動摩擦的主力 事實上還是很大 這次他們想到 可以拆進這個 這樣叫折子的後頂椅 所以當人坐上去 他就可以下來 把東西拆掉 然後就放在後頂椅 把 乘客在他目的地 再把他堵瓜 再讓他去做一個 乘坐的部分 這是孩子他們想到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有一些會跟老師討論 好 這個是他們的 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剛才講到這個是在 作品說明書的部分 你一定要符合 剛才我們前面講的 大會要求的格式 包含到你的封面 還有內容的東西 內文的部分 你從創 創意動機跟目的 還有你的 作品特色 特質 還有你的研究過程 與方法 這一些 甚至你製作過程的照片 設備器材 還有他們創意3D的一個部分 其實都可以把它擺進來 這是我剛才講到的 孩子很厲害 電機科的彎管器 管徑沒那麼大 他們去找到油壓床 來把彎軌自己嘗試去彎看看 所以對他們來講 我覺得他們很有研究的精神 在這邊再去做焊接 做這個升降的一個高度的調整 再來這邊是他們的整個的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屬於原理跟他們裡面的描述 當然一開始出來的版本 真的是格式很亂 而且也沒有按照標準的 大會要求的 所以我會跟他們講 請他們改 改完再送來 改完再送來 當然被我推了十幾次 慢慢成型 最後當然我還會再稍微看一下 才讓他們做矯健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原理的部分 操作方式 因為創意組有本身你的操作的 作品的功用操作方式 必須做一個描述 在這邊 他們都做一個描述 還有做做歷程上面材料的準備 還有他們把製作的過程 做一些影片上 做一些照片上面的流程的方面 方便評審了解 然後他們製作完之後 最後會有一個參考文獻 我也希望他們是用第一手資料 那當然這個東西你盡量去收集 如果真的網路上的 你還是必須要去依照大會的規則 你是從哪邊取得的 這個影片什麼時間取得的 這樣子讓大家知道 你真的是把人家的東西不是任意抄襲 而是把它放到你這一篇的作品說明書裡面來 包含最後一個競賽日誌 作品分工表 雖然這一次沒有來給孩子 有現場展現說明的機會 但是這個東西也是讓他們留下他們 整個製作的一個過程 包含作品簡介 還有他們包含心得報告 我請他們寫出來 然後再來幫他們稍微修飾一下 語句的順暢度 這個 好來這個剛才我講的是第一代 但是後來 因為矯健是在二月的部分就矯健了 但是後來他們覺得還想再修改 所以有了這一個 這一個後來在現場他們有給評審再看一下 他們是從剛才的第一代 覺得推拉不順 那這個就沒有聲音 他們因為他是在競賽場上面 告訴評審 第一代作品第二代作品 改了這個東西改了 平穩度不一樣 那第三代他用的就是鐵軌式 主力最小 因為他們還去做拉力測試 拉力的測試了解推的順暢性 所以我剛才講的 這是最後第三代的部分 在機械科老師 請他們到車床上面 教導他們怎麼車銷 怎麼去把滾輪做出來 所以這個是他們第三代做出來的結果 東西必須要不斷的去研發 才可以改到比較盡善盡美 當然還是會有瑕疵 因為這畢竟是學生做的 而且在工廠 你說要到精密度 工差縮小 有一點困難 但孩子的創意 事實上跟他們動手做 這是最重要的 這在競賽場的部分 海報的一個佈置 海報的一個佈置 符合大會的要求 因為是在防疫期間 還是要戴口罩 當時他們當然很緊張 所以表情上面 事實上很僵硬 不會笑 因為他們 誠如剛才專題組所說的 在訓練的時候 他們很戰戰兢兢 甚至一開始 甚至過程當中也被老師 可能在言語上 稍微嚴厲了 他們事實上 也會受到影響 如何去準備他們自己 我會給他們時間自己回家 好好練習 在最後幾天要來比賽的時候 我們會給他練習 甚至我會請不同科別 不同的老師來聽看看 為什麼 如果他們聽得懂 代表你做的沒有問題 這就是跨群跨科的時候 可以請別人來幫忙 那接下來 其實跟剛才專題組 有一點相類似 這個部分是一個重點的部分 就是說怎麼樣 其實創意組真的要日常生活 你可以找得到的 當然我剛才講的google 或者去搜尋 有沒有相類似的東西 別人做的跟你做的 有什麼不同 你的創意一定要有 對不對 別人昂貴 你要能夠改到 符合我們高職學生 可以做出來的 那格式的部分 這是一定要正確的 或許會有錯別字 難免 包含 一個研究生 選完論文 再看 十年後再看 你還是會不滿意 因為其中一定有 你覺得當時的想法 跟現在的想法不一樣 但是至少你一定要 符合大會的一個格式 再來呢 影音介紹 這個是學生動手拍的 但是還是要提醒他們 當然他們第一次拍出來 不到兩分鐘 老師這樣可以嗎 我說你覺得咧 你這樣子讓別人知道 你要做什麼嗎 所以他們回去又開始想 再拍 再做 再剪接 到最後我說 好啦 這樣勉強可以符合大會規定 那這一篇 我們這個影片 我們就這樣成交 那事實上過程當中 學生一定是動手做 但是呢 做的過程當中一定會有問題 老師你怎麼樣給予 技術性的支援 事實上我這三個孩子 在做過程當中 他們是 不是上課時間做 他們是放學後時間做 甚至是假日回來學校做 甚至過年寒假期間的時候 跑來學校做 他們願意付出 老師當然跟著來帶他們 事實上學校也看在眼裡 學校會說老師都這麼拼 孩子這麼拼 好 經費上我們絕對支持 那老師的部分你的加班 我們會給你補修的機會 當然這個就是學校願意做的部分 最後呢 在練習的部分 孩子是一種學習 怎麼報告 怎麼調理性 怎麼不緊張 甚至我跟你講 回家對著鏡子自己 自己把自己要說的東西講一遍 你覺得鏡子裡面那個人可不可愛 你自己去調整 慢慢修改 你要重複的練習 因為熟能伸腳 這是我們高職常講的 動手做的東西 經熟 這樣子 你的成果一定會出來 那事實上 那事實上指導老師跟參賽選手的部分 或參賽學生 事實上 老師負責的是扮演一個 陪伴者的角色 這是我在國際賽上面 可以看到我講的 我的選手聽不懂 他很符疑的在看著我 我必須要重複的再跟他說明 因為他也會緊張 那後面呢 這是德國的教練跟他的選手 他們的眼神又不一樣 所以這時候有時候你的學生 要不要上場的時候 你必須要培養他的 跟他的默契存在 我會覺得老師都是一個 扮演過渡客的角色 孩子未來發展 我們希望陪他走這一段 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 那你真的要把心胸放寬 因為他程度沒有那麼好 尤其我來自的是鄉下的學校 他們是要重複再教導 再教導 所以你要很寬心 甚至呢 老師講 學生有時候中午 或晚上 吃飯的問題 老師知道要包 那都沒有關係 那有些經費上面 也懶得跟學校申請的 都是老師知道要包 這樣的方式來做 因為孩子希望 我剛才講過了 他們連晚上假日都來 這些對老師來講 我的經濟是寬裕的 我可以幫他們 所以有一些 在飲料 在用餐 這個部分老師會處理 最後要有一個信心 我常 不管是選手或者學生 我通常的訓練過程很嚴格 在過程當中 但是到最後我一定會給他自信 我會跟他講 你表現得非常好 明天去沒有問題 你要建立他的信心 縱使他回來比賽不好 你還是要給他信心 甚至之前 你稍微就要跟他講 有可能這麼多主數參賽 你可能不會得獎 但是你的過程當中 你的準備過程當中 老師對你可以高度肯定 那你學得的東西了 所以你要對他有信心 而且最後一天比賽 我絕對不會再跟他談 準備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他應該訓練夠了 上場了吧 然後 進場間給他鼓勵 出場再給他鼓勵 不管他講得好不好 都一樣給他鼓勵 當天比賽 你一定要給他信心 這是對他未來影響很深遠 這次比賽 在我們學校上面的成績算不錯 我們學校所有的科別裡面 在這一次的專題製作 不管是專題組或者是創意組 我們學校總共有拿到五個第一 一個第三 我們汽車科就這一排 老師跟學生 在動力機械群 專題組 我們也是跟前面一組並列第一 創意組是我這邊拿第一 那我們孩子跨群到別的也是拿第一 所以我們總共汽車科就拿下 三個第一 一個第三 有這樣的一個成績 來自於是科裡面老師的互相幫忙 學校裡面打的是團體戰 大家支援共享 科別材料共用 在此我就報告到這邊 也很感謝各位夥伴的聆聽 祝大家能夠創意無限 研究有成 謝謝